拍戏唱歌代言多谢开工的吴尊 因工作繁忙所以很少陪伴在家人的身边 对这他可一直心怀愧疚 为此一向孝顺的吴尊为了长母亲的心愿 近年来频频出现在各大工艺场合 为工艺事业尽一份心力 最近在文莱休假的吴尊 参加了文莱卫生部举办的献血和关爱癌症病患的公益活动 那其实今天这个活动呢 它其实是想让大家知道说 要怎么避免癌症呢 我觉得就是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 这个很重要 然后我觉得就是要多运动 然后还有就是你们吃的东西其实也蛮重要的 就是要多吃一些比较健康的东西 然后少抽烟 这很重要 对 然后呢 我觉得就算有些人他们得了癌症呢 我觉得也不要过于担心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医疗技术呢 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对啊 然后还有很多很爱你的家人啊 对啊 然后我觉得就是要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 我觉得要坚强 因为我觉得只要你坚强 你就有办法去就是跟Cancer fighting 无尊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去帮助和关心更多的人 现在在捐捐到一半 对 然后呢我觉得 捐行血其实也没什么好怕的 因为一开始你可能你会紧张 然后 真擦定性的那一刻 可能你就想说 没什么大不了 这么多人都在捐 有什么好怕的 不用怕 所以所以就勇敢去尝试吧 我觉得变血啊 对自己的身体好 然后我觉得你还可以就去到家这样子 所以假如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去尝试一下